今天我开了我第一次国内的巡演 The Wonderful Days in Ride the Wind 参加了乘风2023 参加披荆斩机 成为披荆斩机的哥哥 2023年让我感到热烈的是大海 录节目的时候在舞台上 推跳骨折了 大家做一个实时追剧人 让我感到最热烈是 Aki Beauty 到不同的城市 体验当地的文化 参加了乘风2023 在恒电台戏热得炸烈 那肯定就是全员加速中了 开了我的演唱会的巡演 最后的真相上映 我参演的电影孤注一掷 得到了大家的喜爱 我觉得每次遇到我们哥哥们 我非常开心 非常热烈 是我所有的哥们朋友 学习了很多其他种类的一些格斗技能 看电影热烈吧 遇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人的事情 我们参加了一场刘洋烟花节目 非常地震盼 我举办了一个活动 还叫做人生颁奖年礼 生气咬了很多的活动 拍摄了我人称当中第一部电影 7分开口叫妈妈 就看到一个陌生人 在海边边散步 边跳舞 就参与了很多我自己拍的戏 唱了自己喜欢的歌 有了更多时间跳舞 和前辈老师们有了更多的合作 写了一些歌 养了湖安大王 在最热的季节过生日 养了富贵 在景德镇拍摄了另一种篮 参演了两部我非常喜欢的作品 向游这个角色得到了大家的喜欢 那也勇敢地夸出了一些步伐 今天大家的喜欢更加热烈了 在横店拍摄古装 然后真的很热很烈 我自己的巡演 演了一个父亲的角色 开了自己的个人演唱会 开了八场巡演 我们去给这个皇位工人 还有建筑工人们送西瓜 在长风2023舞台上 热情洋溢的挥洒汗水 每次完成一个新的作品 夏天在车敦拍秋冬的戏 我有很多已经录制多年的综艺 在2023都有全新回归的遗迹 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幸运的事情 我参与的《非诚勿扰3》的发布会吧 人生第一次参加 国际积分网球大师赛 跨年网会上 让我爸妈在电视上看到了 我参与的几部作品都播出了 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和支持 参加披荆战机这个节目 练习拳击和朋友一起练习 一起进步 演别人剧《白日梦》 当我《非诚勿扰》 《卓日风流》播出后 收获了大家的喜欢 去了一次沙特 我这个有更多的自信的状态 卖中国人 2024年希望给大家带来 更多好听的歌曲 能够在音乐上再向前一步 我要做更好的自己 希望我的专业能够向前一步 在作品方面更向前一步 希望自己的心情更进一步 希望快乐多一点 希望我的厨艺可以向前一步 因为我最近开始自己在包摊 新专辑二专要来了 我希望能拍更好的作品送给大家 希望能有更多的舞台 无意义上 希望有进步 希望表演上能够有新的突破 可以多陪陪家人 每一方面 我的全新的专举 2024年我希望自己能够解锁新的技能 舞蹈 我希望能突破更多的自我 有更多的尝试 做的音乐被更多人喜欢 想要我自己的创作可以再向前一步 在事业搭设场 在我的音乐事业方面可以更进一步 就希望自己在方方面面都向前一步 就希望我自己可以专注当下 可能2024年希望在影视剧上吧 能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音乐和舞台作品 每个方面都想更进一步 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好的作品 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 我们一起期待一个全新的自己 能多跟大家见面 塑造更好的角色 也可以在家庭的方面向前一步 继续让大家开心 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舞台 希望我的音乐能够通过不同的方式 让大家能够看到听到 在专业方面能够跟进一步 希望把更多的快乐和温暖分享给大家 2024希望自己在快乐方面能够前进一步 2024年希望我可以有更规律的作息 可以有很多不一样的类型的作品和大家见面 我希望我能接到我的人生角色 给大家呈现出更好的角色 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 排第三轮演唱会 我希望我的音乐可以受到大家更多的关注和喜爱 希望可以诠释更多不同的角色 让更好的作品带给大家 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更优秀的作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